大家好,又是我的大蟹膽,跟大家說明天11月26日,騎士杯賽日的深水 有幾場深水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第一場深水開始說起,第四場 喜歡5號的紅麗蛇,還有11號的競飛寶寶 紅麗蛇,季來已經跑了幾場了,上場呢 打算排回內蕩都會有好的表現,誰知道內蕩是類似的 看影片就知道為什麼是類似的 這隻1號,藍眼罩,排回內藍 4號馬,設定好位 前面其實都夠步速的,他在守這個位置就非常好跑 可以在入直路的時候,一攻而破 好,這裡飛一飛,入直路給大家看一看 這裡去到彎位,守住中間位置也是,前面是美好家園,外面獻或放 步速都快的,11秒9 這裡開始蠶食上去 去到這裡,沒有走出來,選擇走入面,摘位推進 去到這裡,前面那隻馬一閃閃進去,這樣就夾了 這樣就沒有位置出 外面那些,嘩,長驅直進了 現在還要拿出來,再轉位過完美好家園,現在才開始打下去 這裡已經到了,都不是煙了很多下 跑到第四 上場拿位有點不順 我覺得幕後就不太順意了,這場再出 起碼奇普登就不要再走內藍了 這隻馬其實是要,拉出來看空才衝得厲害的 他就要一點時間才會撞得著的,直路 所以就不可以走內藍的了 他前幾次都是外面走得好些的 第二隻這場的心水是極飛寶寶 其實之前的片段也有和大家備忘過了 極飛寶寶 之前呢 就在內藍都被塞劫過了 又是坐BOSS的,雷神自己推下去 我都罵過他一次了 這次再給大家看一看 記憶一下 如何坐BOSS 去到這裡,快要轉彎,守著內藍第四 都非常之好 你以為他可以入直路 輕鬆鬆拉出去,直路衝 就搞定 誰知道雷神自己呢 就喜歡衝到BOSS裡,坐一坐才安樂 沒辦法 前面三隻,整個牆在這裡 他這個時候守著內藍 綠三紅帽,白臂枯 這裡 推他出來 其實可以拉出來衝肩的 大把位的 不拉 是要衝進去前面三隻,整個牆在前面 這裏 還要吹下去,不拉出來 這裏 還要吹下去,不拉出來 這裏開始,手就推不了了 整個牆在前面 那這隻馬怎麼會衝得厲害呢 這隻手推不了下去,打不到哪裏 這隻馬大補,你看多大隻 沒辦法 前面走掉了 只有第四 是要跟著BOSS才安樂 上次都說換人呢 就可以追了 極飛寶寶改完換帕寶 帕寶近來跟葉楚昂都合作 交收成功 僥倖連贏三場 明天兩隻極飛都轉了帕寶 絕對要留意極飛寶寶 這場 兩隻 好,下一場心水 第六場 騎士杯 五十 五十就不用說了 無論如何都要選 看看配腳 東方快車 我推介就是 他的部署和西方快車都一樣 這樣 跑完泥地 走下去 試多貨集 莫雷都可以親試 贏回來的 這隻馬呢 沙田 上季尾的時候都跑過第二 和喜旺寶 轉Q 這次喜旺寶 什麼頭牌 133磅 他呢 123 季內未用過力去搏 留都留給雷神 跑個杯賽 看看可不可以和西方快車一樣 西方快車贏 看他可不可以贏個騎士杯 幫榮大董 這隻五十五十呢 熱熱一點 但是呢 他有1400不跑 跳程 上來一班跑這個1600呢 自視都很高的了 應該覺得自己跑得好才上來跑的 不是明天呢 跑到影都好 就真的被人笑大肚子 所以呢 四七一對 一定要選的這場 好 接著再落第八場 二班1400米 暫時第3號平湖之星 上次初跑1400 也有一個好表現 跑到第二 僅僅過不到一隻萬馬奔壇 那呢 推介的是12號 智翠雙頭的 其實這場 上場他 初跑1400 三班 跑完一次1200 熱身跑1400 排十三檔 但是跑出來呢 表現絕對是非常之好的 排在外檔 一直在外檔推上去 埋不到藍的 這裡呢 還在外面 紫衫黃帽 內蘭是立得肯的 省了位了 立得肯 他還在外面 給我直鏡 摸摸摸就知道了 你看他這裡 嘩 完全埋不到藍 在外檔猶猶猶猶猶猶猶 要等這隻 紅福再來 埋了一疊 他才能埋到三疊 轉彎 這裡呢 也埋不到 完全是三疊轉彎 洩位無數的了 一路轉彎都是看空的 你看看他的馬 口非常之好 完全是不會搶口 留得住 不會飆了去 通常你常看馬這些位 有些馬這樣跑法 就死定了 但不是 你看看他回來直路 繼續 雷神 給下去 一直 撞著你的 這個 納德肯以為走掉 搞定 嘩 誰知道他越走越厲害 完全是沒有受這個 沿途三疊所影響的 回來 力度還是貫注到底 一路轉彎 再推下去 繼續加速 尼瑞還要過你 嘩 你看他這幾個很厲害 所以以他上場的表現來計 今次 揹上二班 都絕對有得跑 今次還要排檔有所改善 希望就不用像上次那樣三疊 沿途在外檔看空 希望有些遮擋 入直路 就和平湖之星鬥過 以他的手綁 一分鐘 過完平湖之星都可以 再下來 第九場 三班 1,600位 推介 紅衣 優進 6號 上次已經說過 要大家 錄下他 再出一定要跟 上場雖然4班 1,600 但是負1,33磅 還要沿途快步速 1分10秒 64 3,333 1分10秒 3,331 入直路 還要扔到你後面第二名 兩個半馬 就知道他多厲害 休息了 休息了一個月 然後 其間 試多貨集 保持這個狀態 試集都是好看的 回到第一 明天 明天 上班 休息 絕對 一定是 谷行了去馬 平海福星 上場都是 1400米 跑過第二 還沒跑過1600 紅衣 優進 有證明 有靚時間 靚實力 支持 羅庫全 絕對希望 拿來做招牌馬 所以 第九場 一定是6號 紅衣 以優進 明天 四場心水推薦給大家 是這樣